各位觀眾 放球教室 上個禮拜呢 各位觀眾已經看到 我們請兩大國手 吳京龍跟陳永基 教雙殺 大家一定發覺 有這個老學生的 根本基本動作都還沒有學好 就要學雙殺 所以我們這一週呢 要請兩位國手們 來教一些基本動作 其實就是要問一下 吳京龍跟陳永基 到底美式咖啡跟日式咖啡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美式的手臂 跟一般你們傳統 過去所學的日式的手臂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先用來講一下好了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 我是覺得 日本他們要求 就是接球一定要在正面 不管在哪個方向 對啊但是 這樣也有好處也有壞處 其實手臂的話 其實沒有分絕對的 然後像我們在反鎖 我們就比較習慣反鎖接 然後接到因為 你的中心啊 然後穿的球也比較有力道 對啊 那用季節的呢 我覺得 美國咖啡比較醜 哦 哈哈 我就知道 你要說這個 應該也差不多啦 因為我觀察到了 因為我 我 周基伯友跟楊仲壽搭配 然後 我也觀察到 他是 就是很要求正面接球 嗯 可是 這沒辦法 因為 他瘦的那個 訓練是日式嘛 我也不方便說要叫他去排球 可能就是 提醒他 就是稍微給他提一下 你這樣子 投球會不會稍微不好傳譯 聽講得好含虛 對 對啊 因為 這個 就是看個人習慣怎麼樣 對啊 啊 我是提議說 你試看看反鎖接 會不會比較好傳球 哦 好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進行 今天的棒球教室囉 看過上週的棒球教室 相信大家已經發現 展員的基本功不是很好 因此 今天我們決定 從二游基本的傳接球交起 而既然打著美式守備的名號 陳庸基 胡金龍 這兩位老師 今天上課的重點 就在於美式守備中 很常見的反手接球囉 美式守備 因為我們比賽多嘛 教練團會看數據 所以一些類似內裏的教練 就會提示 提醒我們 說在比賽當中 因為比賽的是你們 所以你不管用什麼動作去接球 都OK 只要你動球有接到 傳向一壘 主神說 Out 你就是一個很 很傑出的選手 這只 適用於比賽中 像練習當中 也是很要求基本動作 是是是 哦 好 所以基本動作要先扎實之後呢 才可以有其他各種高難度的動作出現 那陳庸基就來示範一下 接球 接球 譬如說反手接球 你的腳不要緊張來移動 好 像反手接球 就是一開始打右邊你就 一開始打右邊是過來 往過來 然後 跑個幾步 你跑到球的定點以後 身體一樣是低下來看著球 然後 反手接 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在反手接當中 你手套還是擺在你的中間 很多選手 反手接 在這邊 我們教練團就是強調說 你反手接還是在 你的重心 正中央這邊接球 對 反手接的用意就是 讓你比較好 好傳球 對 除了是真的是跑球太遠 真的是沒有辦法在那個 才採用這種方式 我們接到球之後呢 需要把球傳出去 才能夠自殺打者嘛 所以 要請金龍來教一下 傳球有哪些基本動作 內野手的傳球 其實跟外野跟投手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因為內野是 我們是球很快 然後因為 我們距離比較短 所以我們就是 負責要把它傳準這樣就好 然後很重要的是 內野手接到之後 就是 就是這隻腳去找一雷手了 所以我們在右利手 有接到這隻腳踩一雷 所以 重心比較不會偏掉 對 就是 以右手傳球來講 就是右腳的興趣 對 接到 這隻腳踏到 差不多看到那個 一雷手的那個步驟 對 然後再投 嗯 那就是一般的傳球 手軸 有時候我們看有人 側手船啊 有人是上前船啊 這部分有什麼一樣 側手船的話 他有可能就是 比較那種打的 那種人家打那種軟 就不一樣 沒有 你接到 再拿起來的頭 一定是拿得很急 所以我們就接到 就從那邊就 平衡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們 那一手以後就是 很短的就像這樣子 對啊 不管是上面船 或是下面船 就是幅度不能拉太短 對啊 這是重點 都是要投擲 都是要投擲球 不能投一個 不能投一個 滑球 學完傳接球的基本動作後 進階班我們再回到 二游的雙殺搭配上 觀眾朋友一定經常可以看到 金庸兩位利用小拋球 來完成雙殺 所以這個小拋球 就是接下來的重點啦 我們學完了第一課之後呢 接下來進入到第二課 就要請教兩位老師了 金庸連線要教給我們第二課是什麼 重點 就是 在雙殺當中 我要 用那個 什麼方式來 把球傳給 游擊手 要怎麼拋球 要怎麼做動作 我剛剛做了 兩個動作 分解動作 就是 有一個是 正面拋 一個是反手拋 然後 要決在哪裡 要決在 你 兩個 都是要 你用你的重心 就是身體的重心去把球 拋出去 不是用你的手 反正在 不是用你的手 嗯 雖然是 球從手出去 可是 最重要是你的下半身要跟出去 因為 光靠手的力量傳出去 是 比較不穩定 對 穩定性 對 穩定性比較差 還有這個 反手 反手的 為什麼要 就是為什麼要用反手 反手去 去拋球 因為 現在 像很多美國選手都 速度都很快 跑者的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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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 我們野手 相對的要跟著快 所以 我們像 這個已經練得很熟練 最主要是這個練很熟練之後 你 再來就是 需要去練這個反手 因為 往越高層 打者速度越快 所以說你一定要去練 練會這個東西 所以 將相對的你的那個雙殺的時間 就會縮短 嗯 接到球 跑 趁著要過去 跟著過去 好 擁擠老師很認真的教學 不過展元卻在此時 犯下一個嚴重的錯誤喔 過去 對 接到以後 跑過去 你可以往旁邊去 不要說是往他人類 不然他沒有辦法做傳球 是這個是重點要往旁邊閃開來 不然你這樣妨礙守備 妨礙自己隊友的守備 跑球 對 對 對 你做反手的時候 你球要讓游擊手看得到 喔 球要讓游擊手 球要擠起來 讓他看得到 不然他不知道球在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是 對 好 再來一次 看到沒看到沒 你手不是指的 你指的沒有辦法傳球 只是接到手是要彎的 手手要彎的 過去你可以像丟球一樣 手是彎的這樣過去 喔 這樣子丟丟丟丟 不能丟球 是 所以不管是正手拋 還是反手拋 都要注意身體的延伸 球要讓游擊手看清楚 還有絕對不要妨礙到 游擊手的傳球喔 OK 現在 現在叫這個雙煞的動作 跟 剛剛跟二雷手的動作蠻像的 就是 我們這個方向很不一樣 就是 這邊接到球 也是 下半身 帶出去 用拋的 因為 因為這麼短的距離 如果你接到 然後要這樣丟 比較不 那個 骨子 比較容易發生失 然後 有點手也不好解決 而且如果像有點 差不多這樣的距離 這樣 這樣拋的話沒有力量 所以我們盡量是接到 身體方低 身體方 重心方低 重心方低 有點跪下來的感覺這樣 跪下來這樣 欸 剛剛金龍幫我們示範了拋球 那 正手的拋球 那游擊手沒有反手拋球嗎 游擊手有 但是 那個比較難度的那些球 就是 安打那些球 幾乎要安打 被你攔下來 對 然後只能這樣子 距離非常非常短的時候 對 平常正常的時候 比較沒有這樣反手 游擊手沒有反手 沒有這樣子 OK 了解 經過這兩週來 胡金龍和陳擁基 兩位教練的指點 相信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在二壘還有游擊 兩個位置的手臂功力 又增加了許多 將來我們的棒球教室 還會不定期的推出 大家也要準時收看囉